继续关注中国大陆的消息 近日,网络上一则贴子引起了广泛关注 发帖人楼洪顺陈述妻子冯花在海南医院的不幸遭遇 楼洪顺质疑,冯花两年前在该医院进行手术后 一只肾脏被医院盗取,骨髓被盗,甚至骨矿不全 其他部分身体器官也遭到损坏 据楼洪顺说,手术后家属发现 在家属毫不知情的情况下,冯花的胸膛、肋骨被打开了 后来更被告知,冯花好像少了一个肾 罗洪顺在自己的微博中贴出多幅冯花术后的照片 冯花手术后失忆,瘫痪,生活无法自理 只能半躺半坐在轮椅里 年幼的孩子被关在笼子里大哭 罗洪顺表示,他们全家在经济等各方面都陷入了困境 为此,他跑遍了海南大小部门,都没有任何结果 后来被告知,真相要以后才会明了 海南大小部门基本上找完了,找完了 然后他们没人管的,包括报案也报了几十病啊 也没人管,我也把所有的资料给他们 他说我老婆这个病呢,现在没真相 以后应该给我一个公道 他说以后应该给我一个公道 他这么说的话就很明白了 就说我老婆就是现在是被加害了嘛 医院为了推卸责任,还曾把冯花骗出病房 任其躺在走廊,没认果问 而发生在冯花身上的医疗事故更不是首例 新唐记者朱志善,世宜君采访报道